好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四个正面跟背面的都有做 但是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要拿来做正面 好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它就是有正面的 要让它比较凸起来一点点 不然你的石头放不进去 你看像这样子放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因为你在折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跑掉一点点 稍微的再微调一下 把它稍微就是往上提 往上提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点的高度 这个上面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它有一点点缝隙 没有关系 不用说贴齐的 好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把它稍微压一下 压一下 因为手的力气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就用桌面来辅助 把它的这个底部 让它比较贴齐在这个石头上面 像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点斜的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矫正回来 稍微抓一下 让它回来 这样会比较漂亮 好 那这里就是这个 左边右边都会有四条线 那你要注意一下这四条线的位置 不要让它跑掉 好 它还是一样平顺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平顺的 就算你编到最后它还是顺着四条线 好 那一样稍微整理一下 两侧都稍微检查一下 那我们这样抓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用那个手稍微抓一抓 好 检查一下 视觉上有没有差很多 在我们的那个上面的那一个 那个最好之前 我们这个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用这个工具 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手抓住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线 把它那个角度折得更明显一点 而且让这八条线它会贴 像这个地方抓起来它还是有缝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这个工具 平口前或者是尖嘴前都可以 折一下90度 它就会有那个更明显的那个角度 但这四条线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不要让它位置跑掉 然后你折的那个高度是要一样的 这样子它才会密合 这个地方才会密合 这八条线才会贴在一起 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那个28株线 28株线来固定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来做线边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条线先固定在 就是外侧的一条线上 先取这个外侧的一条线 然后先绕个三圈 所以我们就绕这条线 绕个三圈要拉一下 绕个三圈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稍微让它是在这个 就是用折90度角的那个位置 要把之前确认一下 四条线是不是都很平顺 那另外一面是不是也有很平顺 好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条28株线 在这个折90度角的那个位置 绕几圈 这线要拉紧 我基本上绕个五圈 它就已经绑起来了 好 那现在我们要来做坠儿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做修饰 没有关系 做最好的话 就是要拿这个背面来看 这个是背面 取最靠近外侧的三条线 两条一定是左右割一条 那你要取左侧或右侧的一条 这样总共三条 好 这样 这样 我就取这三条 那我们把剩下的线稍微往前推一下 好 这样你比较好工作 那这里 我们要来做坠儿了 要确定一下 这三条线就是不要让它交错 让它很平顺 这个地方 头的这个地方 要很平顺的三条线 好 那这里如果有五段半工具的话 就用五段半工具 这个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用竹块 用竹块 或者是铅笔也可以 好 那大概上来 这个就是看你最喜欢的高度了 好 那就是有的人喜欢坠儿很长 那我不太喜欢 我大概就是一公分到一点五公分左右的距离 然后我们把它往下折 这个就这样子折下来 它就有一个幅度了 就有一个幅度 但是呢 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圆柱前 圆柱前由这个绑线的位置垂直上来 它是这样子平行的 它是这样子过来 好 是在这个位置 好 这样 就在这个位置 跟它等高的位置这里 那注意这三条线 有没有一样长 然后这里 等高的位置 把这个工具 由内往外 由下往上 像我们骑机车这样 这样转 夹住它 然后这样子转 由内往外 由下往上 把它这个地方转到贴近这个绑线的位置 所以要注意一下 这样 好 那它就进去了 好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再来把这个 利用这条28巨的线把所有的线一起绕 把所有的线一起绕 把所有的线包括前面的线一起绕 好 那这个要拉紧 这样绕个五圈左右 五圈六圈都没有关系 好 那这样子这个绕 基本上就OK了 好 那这个后面的这个剩下的线呢 它有很多的做法 那我讲一个比较 就是影片示范我弄一个比较长 就是比较不会勾到的做法 好 就这个连接点就绑线的地方下来 大概一公分左右的位置 或者是1.2公分也没有关系 然后三条线一起剪断 一起剪断 然后以这个尖嘴线 把这三条线夹起来 同时的往上转 翻三条线一起 这样子就像一个小蝴蝶 像一个小蝴蝶 那你也可以 就是说这个长的线 这条28巨线都不要剪断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起边的 这条线剪断 这个线就能剪多贴就剪多贴 它才不会吃到你的皮肤 接下来就是这个可以稍微把它剥一下 剥开 让它有一点点的宽度这样子 好那最好的部分基本上这样子就OK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编这个线编的部分 那这个剩下的线的部分 那这个剩下的线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设计 那如果你不想编那么多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把它收小蝴蝶在这边做结束 这样子也可以 好 就 那我今天设计的 我是要把它编的稍微复杂一点点 把它稍微复杂一点 对 那个背面的那条三条线 我们也可以就是剪不一样的长度 然后卷小蝴在这个地方 也做一个装饰 可是它比较容易被勾到 比较不喜欢 但是它也是一个设计一个造型 好 那像这样子 我现在要来把这个 这里还有五条线 我要把它分成就是 这边左边三条线 右边两条线 那这条28G的线 我要拿来编制 这三条线我一样就是把它顺好顺平 那现在我要做的一个边线的方式就是 边绕这个油内往外绕 绕里面的这两条线五圈 然后再三条线一起绕两圈 我们开始做 拉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一定要拉紧 先要把它整好 这个要编之前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线确实的整好 才会漂亮 这个地方 尤其是这个 一开始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让它三条线 是这样交错的话 那就不漂亮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让它这样子很平顺 正面 正面背面都要稍微检查一下 因为我们会做旋转的动作 所以正面也可能变回 成为背面 背面也有可能成为正面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编 绕以下的两条线 要拉紧 好 这个线一定是肩膀靠肩膀这样子 好 刚才两条线已经绕五圈了 那现在绕三条线两圈 好 这样 用 这个地方 边的地方 一定要让它这样子 肩膀靠肩膀 像这样 三条线在边的位置 一定要肩膀靠肩膀 这样子贴齐的 一定要把它顺好 这样子 让它贴齐 那尾端的地方 你可以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开开的 所以一边做一边调整 慢慢拉过来 让它这样 这边是密合的 但这边稍微有一点缝隙 你比较好 编制比较容易看得到那个位置 好 那就持续这样的编制 就是要两条线 五圈 然后这个拉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推一下 绕一下 拉推 好 第三圈 第四圈 第五圈 好 要拉好 镜头拉近面 三条线 两圈 然后再要去 然后再来 两圈 来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 往前炒 然后再来 来 然后再来 那我们编一小段之后 我们就用工具稍微的给它夹一下 它会比较漂亮 那我们编大概4公分左右到5公分左右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这样子 因为把它在左侧 那我现在把它拉到右侧来 拉到右侧 贴在这个天然石的上面 那大概要编5公分左右才做造型 长度才够 只是我可以把它拉到右侧来 比较好编制 比较顺手 那像这样子如果线不够的话要接线 像这样要接线的话 我就大概绕个三圈 然后我线就先留着 等一下剪撞 然后另外又接一个新的线 接线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刚才就是这个短线 就是这条线我们绕了三圈之后 我们就要接线 那用板都是绕五圈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绕个六圈 短线也是绕三圈结束 然后旧线三圈结束 然后新线也是三圈这样子 就是可以把它固定住 把它推紧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一样再绕三条线一起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插一圈没有插很多 不过很明显 你先压它就不明显 那等一下我们再把线 两头新线跟旧线的线头剪掉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旧线 剩下的那个短线都把它剪断 贴起的剪断没关系 贴起的手才不会刮到 还是用工具稍微给它夹一下 它才不会就是 我要把它推紧一点点 那我们这个就差不多编到五公分左右的 从这里开始这样子 差不多五公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线由左边拉到右边来 然后贴着这个天然石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让它下去 压下去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要让它鼓起来 稍微压一下 然后这里我们要绕一个圈圈 像这样子 线拉下来之后 我要手用这个手当轴心 去到这个线 这样子 然后拉起来 绕一个圆 那这个圆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三条线 这一条 但我们要三条线一起 就有线编了 就有线编了 有编在一起了 这个我们有三条线 那做法跟刚才一样 就是像这样子 三条线一起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就是一样这个手指当轴心 然后这样慢慢这样子 慢慢的这样子 好 这样一起 这样 好 那我们三条线一起拉 那这个圆 就是说 你要让它上下都可以 那当然我会 不要太下面 因为太下面 你的圆会跑到很下面 我希望大家是在肚子中间的 这个地方缺口的这个地方 我要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大概就这样子 这样 好 绕一下 绕一下 就是 你稍微是一个 这个辅助这样子 好 但是它会跑 好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这样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像这样子 我会觉得就是说 因为这个线它稍微会 跑 好 好 像这个地方 好 这样绕一圈回来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稍微用线把它固定住 就是它才不会跑掉 这个地方 好 编的时候就是要稍微的 所以大概编 那我们编4公分左右就好了 好 因为编了5公分显然有一点长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拆掉 拆掉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就这个 有转折的地方比较容易断 你要稍微小心 所以我们编个4公分左右就好了 那你就把它推紧一点点 因为它会松松的 因为它会松松的 好 这样子 这个线呢 再把它稍微顺一下 好 所以尽量不要拆 就是我们编4公分左右就好 然后绕这个圈圈之后 因为我们要用这条线 在编的同时 把这个 这个固定在这个 框架上 那我们还可以 就是说如果它比较下来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 这个往上推 这个地方 推一点点 让它上来一点点 你就比较靠近这个地方 好 那这里 我们就利用在这个 一样编的时候 我们把它 穿过去 这个 这个框架的这个线 穿到这个 你只要勾到线就好 穿过来 然后再继续编 那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让它打结 然后要拉平 这个地方 好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绕三条线 三条线 绕一圈之后 我们再 如果你觉得一条线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穿一次 这样 把它 绕出来 一样 一样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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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拉上来 这个有时候 这个有时候就是你在绕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 会稍微的 没有那麽平整 我要稍微整一下 然后再绕一会 然后 然后 接下来是绕两条线 所以你要记得你的花样的变化 绕两条线 再绕三条线 绕三条线 这里 我们就把它拉过来 好 因为我们等一下让它就是又贴着这个框 那贴着这个框的时候 因为我们怕这个就是有时候被勾到嘛 所以我们在边的时候也是可以 就是稍微的把它来框 拉住这个框 像这样子 稍微的绕一下 勾住 等于是让这个线在边的同时 边花样的同时也勾到那个边框 我们本来固定的那个边框 如果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你的这个线边的这条线是浮在那个天然石的上面 然后跟你的边框没有把它结合起来 它就很容易被勾到会开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边的同时 稍微把它做一个固定的动作 像这样子 它就要跟这个边框有一点点结合嘛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绑住的话 它也有可能送脱的话 所以我们就稍微的固定一下那个边框 这个线就是在拉的同时 你要注意不要让它有打结的状况 所以像这样子有稍微扭到 你要把它拉回来 然后再拉 尤其是到这个 快要到这个线头 这个圈圈不见的这个时候最重要 现在我们下到这个线头 这些东西就要做一个挤得多了 就是这个灯头 就要做一个比较的 然后再做个比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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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就是我可以就是繞小輪 這個線可以剪斷 鋪魚 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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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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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不会刺刺的感觉 像这样子就有一点设计跟变化 我是菲力老师 下回见 拜拜